现在我们要看一下提要105 它是要谈二阶长微分方程式的密集数解法 底下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标准形式的 二阶长微分方程式 是线性的二阶长微分方程式 我们要解释一下它怎么用密集数解法来解它 之前我们有讨论过 二阶微分方程式的解的存在性定理 我现在再很快看一下 它有提到说如果这边的系数P系数Q 还有这个非起性向 它可以用密集数的形式来表示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是一个有解存在的一个问题 解存不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因为就像我们去海边钓鱼 我们一定会认定说海边应该可以钓得到鱼 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去呢 就是它那个鱼是存在的存在性定理 那我们盖房子我们就心里笃定说这个房子一定盖得起来 如果房子盖不起来我们为什么要去盖呢 解的存在性定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保证一件事 只要你能够把系数P系数Q还有非起性向R 用密集数的形态表示的话 那这个问题它就一定有密集数解存在 好 我们用一个范例来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现在这是一个Y2次微分加上Y等于0的问题 好 我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我们先用以前的方法解看看 好 之前的答案是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猜它的答案是跟自然指数的函数形态有关 这是我猜测的答案形态 好 猜测这个答案形态之后 接着我们需要去决定一下 我所假设的那个叫做特征跟Namda是什么 就是自然指数的函数形态带到刚刚的问题里面来之后 上面这个问题里面来之后 接着我需要去决定一下特征跟Namda是多少 我们再看看 好 第一项要微分两遍 第二项不用微分 好 如果忘了再往前看一下 好 第一项微分两遍 第二项不用微分 相加等于0 好 然后第一项微分两遍的话会有 指数函数乘上Namda的平方 第二项不用做任何的动作 好 也就是把第一项里头的自然指数函数提到外面 好 跟第二项的自然指数函数提到外面来之后 变成第一项留下 刮户里面的第一项留下Namda平方 刮户里面的第二项留下一 很多人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以为第二项会出现一个Namda 其实没有 第二项因为没有微分 所以它不会出现一个Namda 第二项没有微分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自动把第二项的前面多加一个Namda 其实不对 是因为有两次微分才会出现Namda平方 如果不微分的话怎么会有Namda 所以第二项来说是1 因为它没有做任何的微分 好 现在又是一个判断 说我现在的自然指数函数不等于0 两个函数相乘为0 自然指数函数不等于0 希望 意思是说我不希望找到答案是0 那这样的情况下只要安排Namda平方 加1为0 这个Namda平方加1为0的 这个方程式称作特征方程式 好 特征方程式英文的讲法是 Characteristic Equation 好 那解特征根 不是正负1的特征根 是正负i的特征根 其实这部分也是很多人会误会的一个地方 就以为是正负1为这个问题的特征根 不是 这个有负数根正负i 所以我就把负i带到假设单形态里头来 正i也带到假设单形态里头来 所以我现在有两个答案 一个是自然指数函数的负ix次方 另外一个是自然指数的ix次方 好 这两个都是答案的情况下 我可以利用重叠原理 这个一个非常有意思 也很重要的原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问题是一个线性 而且起性的问题 线性而起性的维分方程式 我就可以用重叠原理组合我的答案 就把第一个答案乘上一个倍数 这个常数的倍数c1 第二个答案也乘上一个系数 是一个常数倍数系数 系数是一个常数的倍数c2 然后就把相加 这还是一个答案 然后有一个叫做尤拉公式 这边我有提到尤拉公式的形态 好 这个尤拉公式也是可以证明的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是有道理的一个关系式 好 利用尤拉公式 我就可以把第一个指数数 划减成sine跟cos的组合 另外一个也是一样 可以划减成sine跟cos的组合 然后合并同类项 cos的部分合并 sine的部分合并 那因为c1加c2 是常数加常数 常数加常数 还是一个常数 另外一个常数减常数 即使乘上负i 还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用另外两个新的常数 来代表这两个常数 就用c1 star跟c2 star 取代前面的常数 跟后面的常数 好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答案 就是第一个常数 c1 star乘上cosx 然后第二个常数 c2 star乘上sinex 虽然有些人会想要用减的 用减的也没有错了 因为常数可以去调它的正负号 但是习惯上写加的 这是一个习惯 你要写减的也无所谓 但是要记得这个负号 要把它拿掉 如果你要写减掉c2 star 乘上sinex的话 这边的负号就不能有了 这个负号要拿掉 好 然后我们再做一点 这个 马克力极数展开的应用 因为之前我们有讲过 cos数跟三函数 它的马克力极数要记下来 现在就把cos数 转换成马克力极数了 然后三函数也转换成马克力极数了 用这两个 极数相加的形态 来表达我们的答案 这方便我们后面用 密极数解法 解题目的时候的一个对照 现在要用密极数解法了 密极数解法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把假设的答案形态先写出来 这就是我假设的答案形态 第一项是A0 第二项是A1乘上X 中心点是0的关系 本来是X减掉0的一次方 另外一项的话是X减掉0的平方 X减掉0的三次方 因为减掉0可以不写了 所以这是我假设的密极数解的形态 然后把这个密极数解的形态 带到原来的方程式里面 还记不记得原来方程式呢 再看一下原来方程式的样子 第一项是硬变数微分两变 第二项是加上一个硬变数 最后等于0 也就是这边所看到的 把我所假设的硬变数的答案形态 带到第一项里头 第一项要微分两变 加上第二项 第二项是不用做任何运算 就只要摆在那边就好了 不用做任何的微分或什么的 然后该微分的微分 像A0是常数 常数微分一变就是0 所以再微第二变还是0 那A1X微分一变是A1 再微分一变 所以常数的微分就变成0 第三项微分检查一下 2微到前面来 两倍的A2乘上X1次方 第二次微分的时候 X1次方的1在1微到前面来 次方从一次方减为0次方 所以是2乘上1乘上A2 那就是两倍的A2 然后立方向 X立方向这个微分两变的话 会有3微到前面来 2微到前面来 然后原来次方要减两次了 因为五微两变的关系 所以3次方的变成一次方的 然后3微到前面来 2微到前面来 3乘2 6 好 依此类推 然后后面不用做任何处理 就再抄写一遍而已 好 接着我们做同类像合并的动作 很多同学好像需要再复习一下这部分了 就是你现在要找同类像出来 这个叫做常数像 两倍的A2 这叫做常数像A0 常数像相加 一次方向的系数 这里有一次方向的系数 6倍的A3 这边有一次方向的系数 A1 6A3加A1乘上X一次方 好 12倍的A4加上A2 这是平方向的系数 20倍的A5加上A3 这是立方向的系数 那同学应该会问你问题说 到底要加几项之后才算OK 两次微分的问题 我建议就A0到A5六项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一般来说写出前三项是必要的 好 我说的写出前三项必要的 等一下会再说一遍 说明一遍 好 现在我们看到一串相加为0 那这是一个定理 有一个定理这样讲 说如果现在有X0次方 有X1次方 有X平方 有X立方 然后他们相加等于0 那唯一的可能是什么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它的系数都是0 就这个常数向的系数是0 写在这里 然后一次方向的系数是0 平方向的系数也是0 立方向的系数也是0 这是我们在解这类问题的时候 需要用到的一个定理 好 那我们通常会选前面两个系数 是独立的系数 选A0 A1是独立的系数 然后试着把A2 A3 A4 A5标 试成多少的A0多少的A1 好 那为什么要选两个呢 这边其实我有稍微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选取 为什么 这也说 为什么要选取两个独立的系数呢 因为原来的微分方程式 是一个两次微分的方程式 叫二阶微分方程式 好 两次微分的方程式 之前我们用这个 别的方法解题目的时候 会出现两个积分常数 那既然它会有两个积分常数 那我只是用别的方法解题而已 因为它的最后的答案会同一个 那用别的方法解题的时候 应该也会有两个独立常数 因为这个方法是代替 这个叫做密集数解法 在密集数解法里面 应该会出现两个独立常数 所以我就选最前面那两个 当作独立常数 但是也不一定要选这A0 A1 只是选A0 A1会比较顺 好 然后我就找一下 它们系数之间的关系 像第一个就可以找到A2跟A0的关系 好 我再看一下 这个A2跟A0的关系 可以从原来这边的关系是找到 那A2就是负的二分之一A0 看一下 负的二分之一A0 好 然后有了A2跟A0关系 另外一个是A3跟A1的关系 那A3就是负的六分之一A1 负的六分之一A1 写成负的三阶层分之一再乘上A1 好 然后A4的话就是负的十二分之一A2 但是A2跟A0有关系 刚是负的二分之一A0 所以变成A4是正的二十四分之一A0 二十四是四的阶层 这边有用到四的阶层 好 A5也是一样的状况 会变成五阶层分之一乘上A1 好 我刚刚有说我们最好能够选六项 就是有A0 A1一直到A5这六项的状况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你看我现在有了A0 A1 X这些都不能改 A0加上A1 X 这是我选的独立常数的项次 他就不改了 选他们之后看一下A2 看一下A3是多少A1 A4是多少A0 A5是多少A1 我们把它刚刚算过了 把它带进来而已 好带进来之后 你看到了 好 有这么多箱层去跟A1相乘 这么多箱加减去跟A1相乘 A0相乘 然后这么多箱加减去跟A1相乘 你看这个瓜屋里面有几项呢 1 2 3 瓜屋里面有1 2 3 正常来说 有些状况是特殊状况 但是正常来说 我现在至少要写三项 我才能知道后面的规则性 如果只有写两项 其实不一定会知道后面的项次是什么 一般来说 例如你写了1跟2 你写了1跟2之后 请问后面你要写什么 有些人会说那是3 其实不一定 因为1跟2的关系搞不好是 用乘 不是用加1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把前面那一项 也许如果你有写1跟2而已 我就把前面那个乘上2 就后面那一项的结果 乘2 要问第三项是什么的话 一样乘2 那就变4了 不是加1的关系 是乘2的关系 所以你只有写两项的话 其实是不够的 所以我说至少写个三项 因为它是需要有两个独立的常数 去对应两部分的函数相加 那每部分就希望有三个 三加三就六个 那从A0算到第六项 那就是A5 所以我说 在解这类题目的时候 你至少选到A5 就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一个例题就请同学 自己来复习 做练习的 谢谢